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身高体重到学识三观样样都拉不下 但是后来真的爱上了人 却可能和最初的期待完全不一样 爱了就是爱了 真爱对方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都遵循着因果关系 讲究付出之后就会有回报 唯独感情不能这样算 不然的话便不会有那么多付出一切 最后却不被珍惜的现象出现 后来你会发现 某个在你面前心高气傲的人 那些完全不能妥协的小脾气 可能在面对另外的人时照样卑微 爱而不得风水轮流转 感情饶过谁呢 而生活中 如果女人动了真情以后 会有四种反常装不出来 一不会主动在对方面前提钱的事 当一个女生真的爱一个男生时 往往都会避开主动在对方面前提起钱的事 好像谈钱容易伤感情这样的观念 差不多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很多女生都希望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 想要好好的对待感情 能够是比较纯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 他们作为另一半 就完全不花对方的钱 而是他们更加期待的是 对方能够主动为自己花钱 而不是通过自己索取的方式 要是需要自己去索取的话 那么他们首先怀疑的 一定是这份爱的真实性 但他们不会这样做 哪怕面对一个 对自己没有那么大方的另一半 越是爱对方的人 越是不会主动索取 他们只会在心中慢慢积攒失望而已 要是男生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话 深爱对方的女生 这个时候往往会为对方考虑 舍不得花她的钱 事事都想着要替她省 在物质的开销上 尽量也会自己多分担一些 以减小对方的压力 这些都是很多女生爱一个人时 自然而然的反应 二 吵架以后会主动妥协 一段亲密关系里 有着一个这样的定律 先妥协的那个人 多半是感情里爱得深的那一方 感情这件事就是一物相一物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那种冷静理智的性格 包括恋爱的时候也是如此 而且脾气很强 从来都不主动低头 他说小的时候 他调皮母亲用竹面打他 问他知错了没有 他认为自己没错的话 怎么都不会认错 不管母亲怎么打 都很执拗 以至于他家里的人 都说他的性格 倔得像头牛一样 直到后来 他遇见了一个男生 很爱对方 想要和他在一起这辈子 为了他 他打破了自己曾经很多的原则 他竟然在两个人闹矛盾后 主动妥协认错 因为男生的性格比他还倔 他感觉要是自己 也一直和他这样僵持的话 那么这段感情 肯定走不到最后 比起自己的面子和自尊心 他认为失去他这件事 更加让他无法接受 所以他为了这段感情 能够修成正果 心甘情愿去做出改变 遗憾的是 他们最后依旧没有在一起 作为女生 如果在这段恋爱关系中 能够放下心中的高傲 主动去妥协 去修复两个人的关系 只能说明一件事 眼前的这个人 他真的爱到心坎里 舍不得分开 只是现实 很多时候也比较残酷 被偏爱的人容易有恃无恐 越是爱的真切 越是难以愉悦以偿 毕竟爱一个人 光是你自己说了不算 三 能够换位思考 当女生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在做什么事 都喜欢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正因如此 我发现 女生爱的越深 在这段关系里 关于对方的一些感同身受 也就越多 他们能够深刻理解 对方的不容易 体谅她的难处 甚至有的时候 过分去解读 对方的一言一行 用自己的想法 给她不合理的行为 都能加注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种情况 如果越演越烈的话 最后免不了变成仔细欺人 爱这个字眼 能够让人盲目 当自己不愿意去相信的时候 坏人不管说的再多都没用 那些道理 你以为他们不明白吗 其实都懂 说到底 无非是逃不开自己的情感而已 只要心中还有不舍 就甘愿去守着这份 如同泡沫般破碎的幸福 生活中感性的女生太多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女生 也太多 大家都走过相同的路 然后总在穷童末路时 才能选择折返 四 总是会有心疼的情绪 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看到这样一个说法 心疼 当你只是简单喜欢一个人 你的这份爱是比较浅显的 并不深刻 很多浅显的爱 都无法做到同舟共计 往往是大难临头 个子飞 但是深深的爱不一样 当女生爱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容易产生心疼的情绪 看着眼前的人遭遇困境 想到的是自己要替他分担 要两个人在一起面对 哪怕要陪上自己的人生 也无所畏惧 爱一个人 你会下意识放大 任何他在生活中的小事 比如你看到他一个人吃饭 可能你都会觉得他可怜 很心疼 怕他会孤单 要是不爱的话 早就撇清关系 不想再有瓜葛 只会担心影响到自己 所以 这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在爱与不爱之间 表现得明明白白 爱一个人 是真的假装不了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